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维利 刚刚和男友苏康在娘家摆过了订婚宴 订婚宴结束后的第二天 未婚夫苏康却不见了 我看到她给我发的那条微信 这个魂我不结了 然后我就软了 然后打电话过去都是不结不结不结 我记得我拿手机那一瞬间 手机就掉了 整个人就软了下来 就怕她就这样子不要我了 苏康为什么毁婚呢 维利四处寻找苏康 我去她家拍门的时候没有人开门 单位去我去了单位找她的时候 跟她一起上班的同事说 她都不上班了辞职了 维利打给苏康父亲寻求帮助 苏康的父亲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 对维利来说 不仅仅是婚事告吹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 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现在未婚夫跑了 孩子怎么办呢 那现在小孩到底是要怎么样 她是一个人说不要就不要 那你就自己就无痛远柔吧 维利怀孕已经四个月了 无奈之下 维利在母亲的陪同下 选择了终止妊娠 不是说姐姐叫一个难题 我是觉得小时宝 我身上的肉割下来了一样 我舍不得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苏康一直避而不见 维利只好终止妊娠 她一直想知道 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甚至得了抑郁症 家人一方面为维利治疗 另一方面想通过诉讼 分出对错 从而解开维利的心结 在家人介绍之下 维利去见了一位律师 她很同情维利的遭遇 我想见她一面 然后让她出来跟我说一下 为什么当初选择说不结这个婚了 这个女孩子其实也不是说 她想要得到多少多少的悲惨 其实她来找我 就是说我就想见她一次 当时维利根本讲不清楚 自己打官司的诉求是什么 倒是这位细心的律师觉得 通过诉讼 被告苏康出庭 两个人见面 也许能解开维利的心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所以没有画上句号 她就想通过我 能见到这个男孩一下 然后我说那只能 就是说通过诉讼的方式 可是起诉到了法院 还是必须有明确的诉由 和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的 律师认为 苏康毁婚的行为构成了侵权 当时候你告诉她 是以结婚为目的地去 走谈恋爱的话 然后才会愿意去给你生小孩 怀小孩 这样子 所以我们认为 她的这种 男方的这种行为 就是一种 已经构成对我 当事人一个侵权 律师代表维利提出了三点诉求 一 被告苏康 赔偿原告维利 实际损失 包括医疗费 交通费 务工费 公计7648.5元 二 被告赔偿原告 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三 本案的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 现在开庭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无需人民法庭 今天 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 诉 被告 健康权纠纷一案 2016年9月1日案件开庭 法院认为 这是一起奉子成婚不成 而被迫堕胎 引发的健康权纠纷 开庭时 为例很失望 被告一方 只有代理人到场 苏康 没有露面 请问原告 你和被告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是如何认识的 2013年4月17号 通过网络认识的 原告 你与被告何时确认了恋爱关系 是不是自由恋爱 双方是什么时候确认恋爱关系的 2013年5月 被告 原告所述是否属实 属实 初恋是纯真的美好的 对于父子 真心 第一次谈恋爱的被告而言 结婚不成 且亲身骨肉被淫产 被告的精神上 同样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正如被告律师所陈述 原告维利是被告苏康的初恋 他们的开始也曾经是最好的时光 2013年 苏康21岁 维利20岁 一个在南宁 一个在武明 他们在网络上认识的 然后我发了跳舞的 然后照片嘛 然后他去评论了 然后我就回复了他 就要一直聊一直聊 那时维利刚刚工作不久 苏康也刚从部队转业 在公安部门当协警 他是当兵聊起来 是武警 我就特别的崇拜 武警 两个年轻人 在网络中聊天很愉快 一个月后 两个人决定见面 初见 维利就被苏康打动了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瘦 他到了车站的时候 我开电动车去接他的时候 他就 然后那晚上的时候 突然觉得很心疼我 那么瘦小 还要自己开电动车 然后觉得说 他想跟我在一起 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我都觉得 他比较让我感动 两人从网友变成了恋人 异地恋两年之后 2015年7月 苏康表示 想和维利结婚 因为他准备到他本命年了 他说想 他是说 想结婚了 我说 那我们这个年龄 应该也可以了 因为那时候 也谈了蛮久了 然后我们也 相互见过家长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就辞职了 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 22岁的维利 辞掉了五名的会计工作 去了南宁 和苏康的父母 一起生活了 苏康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他还有三个 已经结了婚的姐姐 他妈妈对我很好 他爸也是那种 比较严肃 吃饭之后 也会叫我吃什么 多加一点菜给我 那成功上 成功我叫做叔叔阿姨 当时苏康和他的家人 都告诉维利 只要他怀了孕 就可以办婚礼 领结婚证 这就是他们本地的风俗 你们家都拿了 别人的钱了 你嫁过去 你又生不出来 那你还要嫁过去干什么 他们还这样子讲 那他那些姐姐 都是怀孕去 才结婚的吗 都是 维利从没有怀疑过 苏康结婚的诚意 也没觉得 这个结婚的附加条款 有什么不公平 2015年12月 维利怀孕 于是两个人 去拍了婚纱照 两家也开始讨论 办婚礼的事情 但是洗烟之后 就发生了 苏康毁婚 人不见了的情况 被告代理人 不同意原告提出的 因为苏康毁婚后 原告终止妊娠 就构成了 对原告的侵权 因恋爱结婚不成 就认为一方对另一方造成侵权的说法 我认为不同 原被告是自由恋爱 原告 你在婚前怀孕 那么你在这之前 你有没有考虑过 考虑到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说 最终无法登记结婚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有可能会受到的伤害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种问题 没有 因为当时我很信任他 因为我跟他住一起的时候 他家人 他爸 他妈 还有他三姐 当时我比较瘦 他们叫我说多吃一点 叫我说小薇多吃一点 因为想要我们早点要小孩 梅里说 不管律师说的 是不是苏康的本意 这个说法都很上人 他给了我承诺 我才是愿意去跟他说 发生种种这样子的关系下去 反正在他律师的说辞中 一切都是我自愿 我自愿 包括到后面 做掉人流的时候 我那么痛苦的一个状态 他还是在说 我自愿选择的 可是我已经找不到他了 对此案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采用了一名法官 加四名人民陪审员的 大合议庭模式进行审理 苏康悔婚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这也是人民陪审员 所关心的 被告 原被告是通过网络认识 并且自由恋爱 感情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被告不愿意跟原告结婚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对于礼金的方面 双方家长达不成一致的意见 被告方就认为之前付的一万五 就是礼金了 但是原告方认为那一万五 只是查水钱 不是礼金 摆了那第一次去提亲的时候 摆了那几十桌 把那个礼金就花完了 原告方就意思 礼金还得另外付 还要再加两头猪的钱 就折合人民币五千元 这是第一点原因 第二点 就是根据风俗嘛 就是算了一下 那个生成八字 认为双方的八字不合 女方是客服相 因为被告没有出庭 代理人代为回答 理由是两个 一是关于礼金 双方家庭产生了矛盾 二是为例的八字不好 可服 休庭期间 陪审员和律师也讨论过 当地的这些风俗 跟本案的关系 陪审员认为当地确实也有双方和八字的风俗 但丁婚宴都摆过之后 提出八字不合悔婚 这理由就太牵强了 而关于礼金问题的矛盾 维利说是有一段小插曲的 2016年2月4日 苏康和大姐及梅人 到了都安县的维利家中 正式拜见了她的父母 提出结婚事宜 按照风俗习惯 苏家给了1.5万元的茶水钱 订婚那天的时候要摆订婚宴吧 你们外面是这样的讲 我们那边就是茶水 然后也讲到了结婚当天的时候 是要有一头猪还是两头 一头吧 因为就说 嫁女儿嘛 要买一头畜生 要么是一头牛 要么是一头猪来杀 然后也明明确确跟他们讲了 他们也没有反对 当地的风俗 男方除了要给女方茶水钱 还要给一笔熟生钱 一般是一头猪 或者一头牛的折价 维加父母当时提出了 要五千块钱 他就说 为什么还有五千呢 不是已经够了吗 就说 就是一万五了 嫁不嫁 爱嫁不嫁 我记得他当 他三姐当时是 那个口气讲的 我妈是很气愤的 因为他讲了那句话 什么叫爱嫁不嫁 然后我妈就说了 那我女儿现在肚子里面 有小叔的孩子呀 什么叫做爱嫁不嫁呢 据维利说 这个不愉快的小插曲 因为自己父母的让步 很快也就过去了 因为他们觉得是 因为那五千块钱 引起的嘛 他就说那就不要了 以后小叔能对小薇好 就得了 就这样子跟他们讲 然后他爸就 他爸也没说什么 他爸说回去看好日子 就定 定在哪一天结婚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 当地确实有结婚时 要给女方家 茶水钱和熟生钱的风俗 以前的有 以前的没有钱 都拿书过来 现在都一万块钱 都拿 要一万块钱了 不用拿书了 不用拿书了 关于茶水钱和熟生钱 到底给多少 是男女两家商量 按照当地的普通做法 两万块并不算高 法官说 无论是叫茶水钱 还是熟生钱 其实都是彩礼 可不管多还是少 爱情似乎 都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 对于彩礼钱 法律不支持 也不禁止 如果彩礼 发生纠纷打官司时 关于是否归还 也要视不同的情况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本案中并不涉及这个问题 法官的调查重点 不在于因彩礼而起的矛盾 和男方毁婚的原因 而是在提出不结婚后 男方的处理方式上 做出了不同意 与原告结婚的这个决定以后 被告采取了哪些措施 或者说有哪些行为 去以求妥善的处理这件事情的 被告通过了他们的朋友 就是原被告双方认识的朋友 表达了他不想结婚 以及通过被告的大姐 以及被告的父亲 也跟原告方沟通了 他们不结婚 是否属实原告 不是 那么在 告知你 不同意结婚这件事情以后 他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 或者行为来妥善的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在微信上跟我说 不敢结这个婚 之后一直在逃避 我从他说不结婚到现在 我都联系不上他 你的联系不上是指的 是找不到本人 还是说其他的通讯方式 也都联系不上 全部都有 全部联系不上 是的 梅里说订婚宴 兵主进婚 当时苏家也没说他家太浪费 于是就有了这段 2月14号情人节的聊天记录 两个人回忆了以前的好时光 苏康还说 回家要和父亲说 抓紧时间办婚礼 他也表示 婚后会好好的照顾维利和双方的父母 可是第二天一早 维利接到了苏康三姐的电话 不是说要打掉孩子吗 那我都在 我们都在家等了你几天了 怎么都没见你回来啊 我们要带你去做手术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就说 怎么会要带我去做手术呢 维利懵了 给苏康打电话不接 只是发了一条微信 这个婚我不结了 理由是心寒了 走不下去了 后来对方干脆把维利也拉黑了 后来是苏父在电话里告诉他 要终止认身的 在德鲁维利终止认身后 小苏的三姐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家都是不同意你们的婚事的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问 都说你是客夫命 15号那天 小康亲自找人算 说你会离婚 会客夫 所以他才那么坚定不结婚了 三年来我们说了很多次 他都不听 我们也希望你们以后能过好 而苏康本人呢 则没有任何表示 被告本人 有没有去亲自的找过原告 妥善的商量沟通化解此事 被告没有主动找过原告 他对于原告方是抱有一定的歉意的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原告 他们只是之前付了一万五的礼金 他就是说他终止认身做这个银产 他就不要回这个钱了 开庭时 法官也希望被告能够到庭 尽量调解结案 女孩子给我的印象不是说为了钱 调解的阶段的时候 女孩子提出一个请求 我想见一见这个男孩子 我们当时考虑说 如果见了这个男孩子 有可能这个案会进行车案 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 对 有可能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就进行了休庭 联系这个男孩子 但是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能到场 为何在毁婚和开庭时 苏康都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呢 我们不得而知 小苏也通过他的代理人 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他很少跟我抱怨女方 他的什么缺点 他就认为 就让这个事情 既然大家都已经闹到这一步了 尽快分开 过去就算了 反过去就算了 再见面的话 女方心里会不高兴 男方同样也不会舒服 律师说 其实这对年轻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只是苏康在家里经济不独立 在家人的反对下 苏康最终选择了分手 法官和四名陪审员就案件进行了合议 被告毁婚后 原告终止了妊娠 男方到底该不该赔偿呢 女方有没有她的责任呢 陪审员内部的意见也不同意 他的观点就认为 不构成侵害 因为他认为 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不是说男方胁迫你做的 那么你情我愿的事情 为什么认为 是我男方对他构成的侵害呢 是吗 他就认为不构成侵害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欢迎李教授 李教授 这起案件当中提到了一个法律名词 叫做健康权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 您觉得 男方是否侵害到了女方的健康权呢 没有结婚 然后就在一起 同居 甚至是怀孕 应该说 这个虽然我们法律没有明确的禁止 但同时 他也不受法律的保护 所以呢 从伟利和苏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说是欠考虑的 当然在这个问题发生以后 那么应该说 苏康他的表现是不对的 你避而不见 弄得我这个婚也结不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别人就会讲啊 会不会猜测 我女方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大的过头 就像伟利她自己一样 她始终纠结了一个问题 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给她精神上和心理上 造成了很大的这样的损害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苏康他是有责任的 这个男方毁婚呢 他还有自己的理由 八字不合 女方会克服 伟利提出自己精神赔偿这个诉求 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 想念啊算命啊等等 这些什么测八字啊 这些东西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 不是没有根据的 是一种违心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东西 如果苏康确实是因为这个 而且是对外讲了 那他确确实是对伟利啊 是造成了这种名誉上的这种损害 这下年当中陪审员有人说 这两个年轻人谈恋爱啊 怀孕了 然后呢最后又分手了 孩子也就终止认身了 这种事情 每一个女方都要是去向南方 就是起诉说 你要赔我的健康权 你要赔我钱 如何如何 好像也不合理 成年人之间 那么在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 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关系 那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谈不到谁对谁错 这个来讲陪审员讲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毕竟伟利的怀孕 是和苏康脱不了关系的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 也是导致怀孕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你自己的行为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你避而不见 首先你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是不是 另外再一个你在 就是说你们两个当初 那也是有感情的嘛 那你就应该面对承担 这是做人的本分 我们的法律 对于道德上是正当的 那么我们就要支持 对于道德上它是不应当的 我们就要给它否定 就要给它这个制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这个法院 让这个苏康承担相应的责任 也是没有问题的 四名陪审员的意见 一人认为被告有过错 应该赔偿 还有一人则持反对意见 主审法官谈了他的看法 做出不结婚的决定了 没有问题 那么你们要商量着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女方毕竟肚子里有了骨肉 这个孩子 小孩子怎么办 男人嘛 要有担当 要有责任感 而不是说 你发一条微信 把对方拉黑之后 就再也顾管不顾了 法官说 并不是说 男女双方在一起 女方怀孕 堕胎 就是受到损害 男方就是要赔偿 案件所处理的 实际上是出了事情以后 怎么样去妥善解决的问题 他怀着一个骨肉 然后又找不到 这个孩子的父亲 这种人流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对身体 要有一定伤害的 而且已经在家里 已经摆了酒 对吗 他的生理 心理 双方面都受到了压力 同时法官也认为 作为一个成年人 原告为例 也有部分责任 他是说 男孩子要跟他结婚的 这样一个前提存在 他在这个前提之下 才选择了 后续的这样一些行为 当然虽然他没有考虑 那么完善 但是他有这样一个前提存在 那肯定说 这个男孩子的过错 是要大过这个女孩子的 这个女孩子 所以我们最终定的是 他要承担30%的责任 2016年9月1日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做出了判决 被告决定与原告 不缔结这个婚姻关系 这一行为的本身 并非法律 所需要强制干涉的内容 被告 所应该受到苛责的是 其以自身的这种行为 导致原告受孕 并且决定 不予同意结婚以后 未能够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 被告 以作为的方式 致原告怀孕在前 又以不作为的方式 未履行其义务在后 被告的种种作为和不作为 对原告最终选择终止认身 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健康的伤害 具有过错及相当因果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制规定 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法院判决 一 被告向原告赔偿医疗费 3147.55元 交通费106.4元 务工费1750元 二 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12000元 就算得到一块钱 我觉得我赢了 我没有错 整个事情都 我觉得我没有错 然后连法官也判我 我这边说我是没有错的 最终记者还是联系到了 苏康本人 这个事情法院那边判决已经生效 具体的赔偿款那种 已经赔偿到位之后 我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 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有记者生活 这一点方面我不想再多提了 小苏告诉记者 自己现在又结婚了 妻子也即将生产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他不想再多说 只希望以后大家都好 这样的事情 也可以走上法庭主张权利 一方面是大家法律意识 权利意识的提高 另一方面 这个判决也让我们感觉到 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 越来越细致 在这层意义上来说 法律不是那么枯燥和冰冷的条文 它也有人性的体贴和温暖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明顺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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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